这牌子上的炸鸡几乎是加拿大肯德基菜单上75%的菜品 之前有人说国内的肯德基是亲娘一样的存在 因为从早餐一直吃到夜宵 只要你想吃可以吃一天 那加拿大的肯德基就是其咎老爷般的待遇啊 今天带你们看一看这边肯德基是个什么情况 其实这边肯德基挺惨的老是被人告 之前有个人就说肯德基的全家桶这不够全家人吃啊 怎么能叫全家桶呢 然后这货居然还胜诉了 没办法弄的肯德基把全家桶下架 并改名为叫variety bucket 这是个什么事啊 你们看这菜单我没说错吧 就是各种薯条各种炸鸡 唯一的不同点是一个桶里放四块呢 八块呢还是十块炸鸡呢 嗯对就这点不同 也没有国内种类那么多的汉堡 这就一种汉堡 爱吃不吃不吃拉倒 随你便就跟顾客盖他钱似的 来来来找个地方吃起来 这店里是真冷清啊 这加上我吃饭的一共就撒人 看看我点了点什么 土豆泥炸鸡 鸡米花 薯条 还有一个他们这儿唯一的汉堡 这汉堡长得你们是给他踩了一脚吗 这个土豆泥说实话 这很一般 这有一股子塑料味 你说整点番茄酱会不会好点呢 哎这个味道不错哎 我发现这番茄酱它中和了塑料味 然后就变成了一股番茄塑料味 我觉得吧 在北美这肯德基干不过麦当劳呢 一个是因为他菜品比较单一 还有一个就是他用油比较多 不健康 虽然麦当劳也不健康 但是肯德基更不健康 哎这个人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哎呀老爷爷 你说你咋这惨呢 在北美 你就不能跟国内的肯德基 就不能跟国内的肯德基